深夜羊肉火锅店内店主把食客杀死 然后拖进厨房拿起剃骨刀大砍刀直接给分食了 并把肉块混入羊肉之中 第二天做成羊肉火锅卖给顾客吃 这够怂人听闻的了吧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毛骨悚然 哈喽大家好 今天大连迎来了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 这天寒地冻子很适合吃火锅啊 可做完今天这个节目勾掌这个火锅啊 就有点瞎不去嘴了 事情还要往前推到1992年台湾基隆 阿兰和男友张小汉开了一个羊肉火锅店 生意挺好的 这天晚上男友喝了点酒就在旁边小屋睡着了 阿兰也要打烊 这个时候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男的外号叫做文烟 阿兰认识 他们这个小店就是文烟装修的 原来今天是文烟的生日 在外面跟朋友刚喝完 然后跟女友有点饿了 就过来吃点东西 这个文烟喝了不了少酒了 吃着吃着饭 文烟和女友就干起来了 女友气得拂笑而去 接着文烟把气撒在了阿兰身上 两个人吵了起来 此时里屋睡觉的张小汉被吵醒了 起床气再加上喝点酒 除了就跟文烟打坐一团 张小汉进屋拿起一个铁棍 朝着文烟一顿输出 不等一会儿呢 阿兰再看文烟没气了 被张小汉呢活活打死了 阿兰吓坏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可张小汉却一点也不害怕 只见他先把店铺的绝带门拉上了 然后将文烟拉到厨房里头 七里咔嚓就给剁了 脑袋放到了箱子里头 其他全部扔进了放羊肉的冰柜之中啊 看到这一幕 阿兰都吓傻了 起身想去报警啊 他被张小汉一把拉住 说要不是因为你打架 我能杀人吗 你就是我同伙 我要死刑 你也是无欺验 阿兰一听这个 吓得不敢动弹了 后来有邻居反应啊 这个羊肉火锅店生意可真好啊 我听老板剁了一宿的肉啊 从那天以后 羊肉火锅店的生意更好了 顾客都说 他们家羊肉有鱼种 从来没有吃过地 特别味道啊 一会儿就这样七年过去了 这天基隆警局突然闯进来一个女人 她大喊着我要报案 张小汉杀人了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阿兰 阿兰就把张小汉怎么杀文言的事 跟警察说了 警察不太相信呢 就问什么时候事啊 阿兰说1992年 七年之前了 警察一愣 七年前那你怎么当时不报案呢 阿兰说张小汉天天威胁他呀 甚至拿出钳子 开始给我拔牙 我一口牙都被他拔光了 那警察又问 那你为何现在又来报案了呢 阿兰说 前几天张小汉把我骗到了山上 趁我不被将我推下山呢 这就是要杀人灭口 幸好我抓住了山牙上的小树 我才没有摔死 更主要的是 阿兰顿了顿 更主要的是什么呀 阿兰的表情变得更加痛苦起来呀 他说道 文言给我托梦了 连续七天在梦里头浑身湿漉漉的 长头发长胡子哭着跟我说 姐姐救救我 我好冷 我好冷啊 警方听完马上立案了 但是阿兰连文言的真名都不知道 当时的羊肉火锅店早已经不在了 变成美容院了 张小汉现在开机程车呢 叫过来询问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警方一时无从查起 他们想 这个阿兰是不是精神病吗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个老太太过来报案 说我家大儿子 找不着了 找不着多久了 七八年了 七八年您才来报案 老太太说了 这个孩子呀从小不听话 长大了婚社会 早就跟家里断了联系了 但是不久之前呢 我小儿子呀他的弟弟呀死了 我想啊亲兄弟的 你也得回来送最后一程啊 可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 警察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呢 老太太说了叫李俊雄 然后又补充到 他婚社会有个外号 可能这个比较好找 叫做文烟 文烟 这不是阿兰说的那个吗 时间也对上了呀 警方马上调出 七年前的各种出警记录 在另外一个分局 找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 七年前 警员曾经在山上的蝙蝠洞里头 找到过一个男性头颅 当时立案调查可是一直没有进展 他们只能把男性头颅 泡在了弗尔玛林里头 暂时埋葬了公墓里 墓碑上写着 不祥南 警方迅速把这个头颅挖了出来 打开封闭的袋子 头颅的头发和胡须扔在身上 长得老长了 弗尔玛林泡着那湿达达的呀 警方一看就觉得 这就是文烟呢 哈兰的梦境都对上了 经过DNA的采集对比 最后坐实了 没错 这个头颅就是文烟李俊雄 警方迅速对张晓翰进行了抓捕 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直接证明 李俊雄就是张晓翰所杀 为了让张晓翰交代 激动警方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们找到阿兰 在阿兰的帮助下 警方在仓库 还原了当年羊肉火锅店的样貌 他们把张晓翰带到了这里审讯 张晓翰一进来 腿就有点软了 好向往事一下就涌上了心头 可他仍旧嘴硬死不承认 警方用测谎仪对他进行了测谎 警察在问他 李俊雄的尸体 你是不是切碎了 当做羊肉卖给顾客的时候 他回答没有 可测谎仪却想个不停 几个问题下来 张晓翰一个也没有通过 可对阿兰的测谎呢 阿兰全都通过了 人证虽然有了 测谎仪的结果也有了 可必须要拿到类似指纹 凶器这种物证才行 但是因为作案年头久远 当时也没有采集到有利的证据 物证啊 这块还是欠缺的 不过最终七龙法院 还是判了张晓翰无期徒刑 2015年他被放出监狱了 在台湾呢 在恶劣的罪犯 15年也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他给电视台写了一个说明信 信上没有否认他自己是凶手 只是强调 我做的错事已经接受了惩罚 但是我绝对没有将人肉 当做羊肉来卖 希望社会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改过自新 对于他这个说明信 该如何评价呢 反正吧 就字还挺好看的 但是内容呢 可能连一个标点符号 都没有办法让人相信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奇闻狗案 尽在挖狗连 各位观众老爷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接着玩 好